大家好,我是李医生 当发现身体状态不如以前 应该采取怎么样的全面健康的生活方式来防止呢 阻止衰老是有妙计的 有五招让你的身体恢复到年轻状态 第一就是每天的饮食控制有五点 第一,每天一袋牛奶 牛奶营养丰富,并且含钙量比较高 世卫组织也是推荐 每天钙的摄取量应该达到800毫克 早餐或者是饭后最佳 第二就是每天250克左右的碳水化合物 也就是主食 那250毫克碳水化合物 可以根据食量运动量稍作增减 但不应该吃过多的主食 那第三点就是每日三到四份的高蛋白食品 那蛋白质是身体不可缺少的营养物质 肉蛋白和植物蛋白间接搭配 最佳的蛋白摄入量为 体重你的千克数乘以1或者1.5 就等于每个人每天应该摄入的蛋白质克数 那第四点就是有粗有细 不甜不咸 三四五顿七八分饱 那饮食呢应该粗粮细粮搭配 避免高盐高糖的饮食 即使碰到自己爱吃的食物也不可以过饱 那吃七八分呢可以有效的预防高血压 第五点就是每天500克蔬菜 每日多吃果蔬 正常季节蔬菜应该间歇搭配 不要偏食 更能让身体营养均衡 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 那第二个妙招呢就是坚持运动 运动可以让身体产生多巴胺 而多巴胺会让人感到快乐 但一定要注意虽然跑步是很多人常用的运动方式 但是跑步如果用力或者姿势不对 容易造成膝盖损伤 得不偿失 所以呢最简单 并且可以说说动就动的运动方式 其实是走路 那第三个妙招就是不要总熬夜 好好睡觉是健康的良药 不但可以降低心肝风险 患癌风险 还能很好地恢复身体技能 你更好的身体状态 迎接第二天的工作和生活 那第四个妙招就是保持一个好的平和的心情 好的心情呢说到容易坐着难 但是好心情对于人们的身体健康状况非常重要 那医书也曾经讲了 路伤肝 喜伤心 忧伤肺 撕伤脾 恐伤肾 大喜大怒的心情变化 很容易给身体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也有现代医学证明呢 心情平和愉悦的时候 身体会分泌一些激素 对整体的技能有好的调整 而处于负面情绪的时候呢 身体会分泌有毒激素 那第五个妙招呢 就是戒烟戒酒 烟酒有害身体健康 这是人们早已公认的基本理念 那吸烟饮酒 不但对心血管 肝脏损害 也容易给家人带来不便和困扰 所以为了家人 为了自己 戒烟戒酒 留住健康 那健康的生活方式 会让身体机能 一直保持在一个良好的状态 这才是普通人预防疾病 延缓身体机能 衰退的最佳办法 只有一个强健的体魄 才能让人在疾病到来之际 做好准备 这甚至比更好的医疗手段更重要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关注我 了解更多健康知识 感谢观看